吃瓜不停 更心不停 小编带 你看遍娱乐圈欢迎 住吃瓜不停 更心不停 小编带 你看遍娱乐圈欢 关注王一博作为圈内顶流艺人 身上更是聚集 高流量高热度高话题 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 可说一举一动都在大家的视线中 是好事情 但在多方面也是一个苦恼 在这十位艺人中 像比较其他艺人 王一博的关键词 似更像是负面词 毕竟最近这个APP发生了令众人怒的事情 近日艺人网友影响力榜单新鲜出炉 十位分别是徐凯 王一博 孝战 杨幂 朱一龙 杨子 赵 颖 张新成 恭敬 以及梁杰 在这十位艺人中 王一博 关的关键词 却引起网友的关注 像比较其他艺 王一博的关键词 似乎更像是负面词 毕竟最近 各APP发生了令众人愤怒的事情 王一博自从走红 商务资源一直都非常不错 新代言也是接连部 其合作品牌的数量也早已突破了30个 商务价值是比较高的 但王一博也因为代言产品而获得少负面新闻 因为很多品牌在与王一博合作期经常翻车 以至于王一博有了白草窟这个黑称 一博自从走红后商务资源一直都非常不错 新言也是接连不断 其合作品牌的数量也早已突破了30个 商务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但王一博也因为严产品而获得不少负面新闻 因为很多品牌在王一博合作期间经常翻车 以至于王一博有了草窟这个黑称 而这次惹怒网友的出行appDD王博也有过合作 至于这个合作有没有结束不得知 因为正如榜单官方解读所言 目前没有公开商业资料可以确定 也因为这件事情 很多网友认为王一博代言负面品牌 以至于王一博粉丝使了大量的反黑空评 这样自然而然的热度就去了 也自然两者就会捆绑在一起 而这次惹怒 有的出行appDD王一博也有过合作 至于这个合有没有结束不得而知 因为正如榜单官方解读 言目前没有公开的商业资料可以确定 也因为 这件事情 很多网友都认为王一博代言负面品牌 至于王一博粉丝开始了大量的反黑空评 这样然而然的热度就上去了 也自然两者就会捆绑一起 事实上这次滴滴事件和代言是完全扯不关系的 但因为王一博代言的很多产品G2连的出事情 所以大家都将品牌负面和王一博连到一起 一次两次三次时间久了 大家可能就觉得 这并不是巧合 但小编还是要说品牌有些事情 言人能够影响到 但有些事情 比如这次滴滴事件和代言人 相联系有些强了 而这个榜单的影响力也是来源于 艺人像的高热度事件 像艺人最近若是有新动态或者作品的话 基本上都会在这个榜单上显现出来 登上榜首的徐凯 近期有两部新作品播出 一部千古绝尘 另一部则是你微笑时很美 还有几位人也是因为新作品而上榜 包括了朱一龙 赵丽 张新成以及梁杰 而孝战则是话剧演出如梦之 而这个榜单的影响力也是来源于 艺人相关的热度事件 像艺人最近若是有新动态或者新作的话 基本上都会在这个榜单上显现出来 相登榜首的徐凯 近期有两部新作品播出 一部是千绝尘 另一部则是你微笑时很美 还有几位艺人是因为新作品而上榜 包括了朱一龙 赵丽颖 张成以及梁杰 而孝战则是话剧演出如梦之梦 其便是杨幂和魏大勋 原因是因为杨幂接受采访 是自己目前是单身状态 但魏大勋和杨幂的恋 绯闻也一直都在 所以这次杨幂表明自己单身 不少网友认为这两位已经分手了 这才引发逃 而杨子和邓伦最近因为参加一次活动而时隔 久有了互动 网友也十分惊喜 其次便是杨幂和大勋 原因是因为杨幂接受采访 表示自己目前单身状态 但魏大勋和杨幂的恋情绯闻也一直在 所以这次杨幂表明自己单身 让不少网友认 这两位已经分手了 这才引发讨论 而杨子和邓最近因为参加一次活动 而时隔很久有了互动 有也十分惊喜 最后便是龚俊加盟中餐厅第五官宣 作为新近流量小生 这个资源很不错了 这榜单自然也不会代表着什么 只是最近高度热人的一个统计 但也由此说明这几位艺人也是 的活 最后便是龚俊加盟中餐厅第五季官宣 做新近流量小生 这个资源很不错了 这个榜单自也不会代表着什么 只是最近高度热艺人的一统计 但也由此说明这几位艺人也是真的活 迟更新 吃瓜不停 小编带你唱游娱乐圈欢迎关注 续更新 吃瓜不停 小编带你唱游娱乐圈欢迎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